全民風氏族為了增添賽事樂趣 不少民眾會投注運彩 沒想到有人因此動了歪腦筋 趁著店家忙碌時竊取多本彩雀之後 徒不逃逸 一直到店家在清點店內彩雀 才發現數量明顯減少了 損失超過10萬元 花蓮警方獲報之後 立即請動鷹眼小組鎖定的目標 不到12個小時就迅速破案 指著監視器畫面 彩雀行老闆真的很火大 趁著氏族賽開梯 店裡最忙的時候 竊賊轉移老闆注意力 連續偷走放在櫃台前 整大碟的呱呱樂 因為他拿了一點彩鮮 那是氏族的嗎 不是氏族的彩鮮 呱呱樂的彩鮮叫我對講 叫我對講 我就把眼睛看到這邊來 他趁這個機會 我這個角落就跟我偷了 穿著黑色上衣的呱呱樂竊賢 24號走進花蓮市 中山路這家彩券行後發現 老闆又要招呼客人 又要忙著對講 男子趁著老闆不注意 摸走放在櫃台外 價值三萬多元的 整本呱呱樂 離譜的是 男子又把偷來中獎的呱呱樂 又再拿回店裡兌換 故技重施 四天之內連偷三次 直到老闆感覺呱呱樂 越補越少 掉月兼日期才發現 呱呱樂被偷 趕緊報警 他拿很多 拿了又來跟我換 我就感到奇怪 這個彩券就是我們的對號 你什麼時候跟我們買的 經瞭解唯一名男子 持呱呱樂彩券 對壞彩金時 趁店家不備之際 竊取彩券後 督步逃逸 警方立即啟動鷹眼小組 在案發12小時內 通知涉嫌人到案說明 見面囂張的竊賊 一而再 再而三下手 總共得手三大本 十幾萬的呱呱樂 男子到案後 警方依竊盜罪嫌 將男子寒送花蓮 地檢處偵辦 記者綜合報導